因为高学历、高收入、低犯罪率等原因 亚裔族群被视为美国的模范少数族裔 目前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2200万亚裔定居在美国 今天我们就通过大数据来了解这个群体 看看美国的亚裔,尤其是华裔,到底有怎样的特质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 1870年,全美仅有6.3万名亚裔 到了1960年,全美的亚裔人口达到98万人 增长了15倍 而在过去20年中,亚裔是全美人口增速最快的族群 从2000年到2019年,亚裔人群从1190万增加到了2240万 几乎翻了一倍 其中近三分之二的亚裔是出生在海外的第一代移民 预计到2060年,美国的亚裔人口将超过4600万人 亚裔族群中来自中国、印度、菲律宾、越南、韩国 日本这六个国家的移民占了全美亚裔人口的85% 其中华裔占比达24%,约5400万人 印度裔460万占比21%,菲律宾420万占比19% 美国亚裔人口还有年轻化的特征 截至到2019年,亚裔的平均年龄为34岁 而全美各族裔的平均年龄为38岁 在全美亚裔中有58%的人是于1997年之后出生的Z世代 2019年,全美约有10%,58.1万个私人企业归亚裔所有 亚裔就职最多的领域是管理、商业、科学和艺术 超过500万人从事相关行业 近170万人从事销售和办公室文员工作 近155万人从事服务业 根据人口普查局去年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9年亚裔家庭收入的中位数为93,760美元 而全美的家庭收入中位数仅为65,712美元 华裔的家庭中位数为86,280美元 排名第五位 亚裔族群中收入最高的是印度裔 他们的家庭收入中位数为126,700美元 比华裔收入中位数高出近47% 是全美家庭收入中位数的近两倍 菲律宾裔位列第二 收入中位数为10万03百美元 印度尼西亚裔收入中位数为93,500美元 巴基斯坦裔8万7,510美元 日裔家庭收入中位数略跌于华裔 为8万5,010美元 韩裔为76,670美元 亚裔美国人的贫困人口占比约10% 低于全美13%的贫困率 其中印度裔的贫困率最低为6% 蒙古裔的贫困率最高为25% 学历方面 亚裔能说流利的英文 但在外国出生的亚裔美国人 持有57%的人能说流利英文 在美国出生的亚裔这一比例为95% 全美亚裔中有66%的人在家说除英文之外的另一种语言 其中在家说普通话或广东话的亚裔占比达34% 再来看看亚裔的居住情况 全美有27%的亚裔家庭是多代同堂与父母或祖父母同住 截止到2019年 亚裔拥有自住房的比例为59% 略低于全美家庭64%的佣房率 从居住地来看 有45%的亚裔住在西海岸 而加州的亚裔人口就有近30% 2019年加州的亚裔人口达到了690万 其次是纽约190万 德州160万 新泽西95.8万 华盛顿州85.2万 这五个州的亚裔人口占全美亚裔人口的55% 亚裔居民占比最高的州是夏威夷为37.2% 亚裔居民最少的州是蒙大拿 占比仅为0.8%